LAYO 聊世紀 天天的五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世紀以人 這一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先來介紹一下 紅方選擇的威名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吃果汁速度特別快速 而且騎兵有這個20%的血量加成 法蘭克人後期可以打 直呼兵槍兵跟遊俠作為主力 還有這個火槍火炮也可以做使用 接下來介紹一下希希以人 希希以人最大的特色是開局石頭 會給100石頭 他的成龍會是175石頭的關係 所以他的前期的石頭壓力是比較大的 但是他的成龍建造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他是很適合前期打塔弓的一個文明 希希以人他的開龍階段 算是比較到中後期 來說的話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因為他的開局會給100石頭的關係 所以可以很快速開下4TC 而且有二級龍的話 這個農田可以吃得非常久 可以省很多木頭 但是這些優勢呢 都是要到城堡時代中後期 一開始才會明顯有感 所以前期來說希希以人來說 封建時代打架會比較劣勢一點 而且他前期的經濟加成 基本上可以說是幾乎快變成0 除非你又點下一級農田 那就另當別論了 希希以人打法也是比較偏效於起兵跟步兵的打法 那他的強弩也可以用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沒有拇指環 所以後期的希希以人 他會有一個科技不足的問題 如果遇到大量步兵的話 還是要用自己的薩基特衛兵 或是用自己的重裝騎士進行反擊 會比較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經濟打法 好 那法蘭克人呢 這邊前期經濟非常優勢喔 待會就可以看到希希以人 VIPER可能會有經濟劣勢的狀況 VIPER這個顏色是不是有點... 不太熟悉 這個就熟悉一點 OK 那VIPER這個顏色是他的標準顏色 好 來看一下VIPER這邊的地圖狀況 這邊是上方有主進 下方有這個果子 左邊有石頭 哇希希以人左邊石頭 在這個位置就有點尷尬 塔攻的話 可能要自己插幾根 這個城樓做防守會比較好 後方有一塊附近 所以整體來說地圖還算是不錯的 並不是那麼差的感覺 雖然正面看起來是廣闊大草原 但是後方的木槽跟黃金都在後方 所以還是能打 好 那看一下法蘭克 法蘭克這邊地圖狀就是真的有點尷尬了 他的圍加的話 一定要圍到正前方 非常前面的位置 才會可能圍起來 那這個位置的話 前期要小圍的話 就只能把這個資源點燒圍一下 圍一下 然後這邊可能用槍兵防守 就差不多了 好 前期來說的話 法蘭克人這裡是更不好為的 那黃金呢 跟石頭都在後方 所以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Lype現在的打法 是一個比較偏經濟型的打法 十人伐木 應該是正常開局 大概十個人伐木 多了一個 比平常還多了一個 好 這邊應該會先補一個 橘皮毛 還是要直接下劍塔呢 好 Lype決定是下劍塔 下在後方的位置 這個是橙樓 好 橙樓放在這個位置 守這個主金 好 那石頭這邊也補了一根 最後還是決定要守一下石頭跟黃金 開局就是這種保守型打法 好 那這樣子 就會直接進入開農旗了嗎 這邊看一下 這邊西西里人 是完全沒有出軍營 或者是馬舊 那當然 西西里人插了劍塔之後 也可能不需要軍營了 因為他的成龍 就可以產出槍兵了 所以槍兵待會出來 也可以產這個薩金特衛兵 那我印象中 他是城堡時代開始 封建時代開始就可以產出這個 薩金特衛兵了 不用到城堡時代 只是他城堡時代的薩金特衛兵 還可以再度升級一次 免費升級 那個體質會稍微更好一點 OK 薩金特衛兵 開始攻擊力是5點 比這個民兵 還要多一點傷害 而且防護率比民兵還要再更高 但是裝甲步兵來說的話 傷害值是比薩金特衛兵還要高 MIPER這邊要出門了 這是什麼 雙城樓 然後步兵壓制打防 來了來了來了 這一波來看一下法蘭克會有什麼反應 但是MIPER這樣打 就代表他城堡時代會上得可慢 法蘭克這邊已經城堡時代點下 好 這邊拉了幾隻 村民過來修理 好 四個薩金特衛兵趕快敲城樓 薩金特衛兵是唯一西地國 可以用軍事單位去蓋箭塔的文明 好 這根箭塔蓋好 但是步兵進去並不會增加箭矢的數量 好 點了一擊射 現在法蘭克人是按了幾隻貢兵 住進廖王塔裡面 增加一下 增加一下這個廖王塔的箭矢數量 好 大會再補個一隻 就可以來到商號到最滿 好 那MIPER看到對方上城堡時代 那自己由於挖石頭的關係 經濟有點糟糕 那法蘭克人完全沒有想要 靈內跟城樓 反而是把所有的騎兵 溜到了MIPER人家的後方 好 MIPER決定要回家防守了 畢竟我進入箭塔裡面 沒有辦法增加箭矢數量 但是對手有辦法 所以這個城樓應該是要被射掉了 好 MIPER這邊轉手圍攻 城堡時代點下 然後步兵回家防守 這邊騎士的數量開始變多了 這個箭矢被拆掉了 好 補下第二個射箭場 喔呦 法蘭克弩兵嗎 直接轉馬弓 OK 那法蘭克的馬弓是有血量加成的嗎 呃 看起來是 是沒有啊 60滴 所以法蘭克走馬弓是一個蠻微妙的東西喔 因為他沒有辦法點品種 所以如果他是要打奴兵的話還能理解 這個造價低嘛 成型快 反而走馬弓路線的話 就好像不是那麼強 好 來 回來這邊撐到城堡時代 補下了一個距離 應該是要點撲衛技術 好 先點重裝長槍兵 好 要升級槍兵 對 沒有均勻 好 這個槍兵按的有點多 大水呼吸技術也可以補下 好 重裝長槍兵升級好了 Viper這邊還是單TC打3TC 那現在繼續打防守勢的話 可能會越打越劣勢 所以Viper這邊還要想一下要不要去插寶 CCE能蓋城堡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以前是增加100%速度 現在是增加50% 稍微有nerf了 但是50%速度還是比西班牙人還快 而且城鎮中心蓋的速度是100% 所以他在後面的3TC 4TC卡龍速度來說 是非常可怕的 好 這邊直接插一根堡 插這個位置 好 這裡是關鍵喔 好 這裡插寶 好 結果蓋蓋之後有點被騎士追 往回拉 讓自己的步兵去防守 好 法蘭克人現在沒有辦法用騎士直接攻擊 但直接也是拉了一根城堡 法蘭克人城堡非常便宜 薩基特衛兵去騷擾當中 後防著槍兵趕快去追逐 這裡村民被點掉了幾隻 但是只剩下5個人蓋寶 5個人蓋寶速度還是很快 馬功過來趕快點點 麥克人這邊蓋寶可能會蓋失敗 馬功已經抓到了所有村民的 哎呀 這根城堡是不是要取消人 還是重新再歪根城堡去蓋別的地方 這裡薩基特衛兵打到非常多的村民啊 麥克人這一波打下來之後 已經擊殺掉了18隻的村民了 哇靠 現在城堡已經拉近了 麥克人這邊是50村打4、3村 這一波ALL IN蓋寶 麥克人也賺到了一些村民 好 這根城堡應該是會選擇半放器 然後待會再去插上方這個城 這個城中心或是下方這個位置 他這個位置也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現在麥克人沒有主力部隊了 主力部隊基本上是已經送光了 而且現在是3TC開農狀態 所以兵力也沒有辦法抱得非常多 只能慢慢產個幾隻兵力 然後先穩住3TC的村民肉量 好 最終還是選擇了取消 這樣取消的話有點可惜 雖然70幾%回收資源的話 可能也只拿到一兩百的石頭而已 好 Viper這邊3TC開農 現在來法蘭克人的經濟呢 是稍微跟Viper已經打平了 兩個都是15 15000的資源量 好 這次換法蘭克人大進攻 你剛剛插我寶 那現在換我要插你寶了 我知道你現在會載3TC 還是正面的部分沒有辦法蓋 那很有可能會蓋這個位置 直接控下這個黃金嗎 還是要把這個四級打掉之後 再補城堡呢 現在Ryper這裡有點小小的尷尬 沒有辦法太多的單位去防守 有 好 這炮稍微回回去 好 城堡果然是差在這邊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可以通過黃金跟城堡中心都可以 好 直接補了一根城堡對差 然後防守我們炮的射程優勢 可以騷擾到蓋城堡的村民 完蛋了 這個一停止蓋堡 Spyper直接反超啊 這個蓋堡速度加50% 以差堡戰術來說的話 CC怎麼輸 好猛 這威力直接 把這個堡蓋起來 好 這裡趕快拉了一些 魔砲進行反擊 村民 只要把村民全部解決掉 自己就有機會反擊成功 變成道特寶了 法恩客人這裡很尷尬 94.30 剩5% 這5% 還要再拉更多村民過來嗎 又要再死一堆村民 法恩客人村民只剩下49村 對上Viper 74村 OK Viper這裡 每出什麼兵 只按了一台衝車跟奴炮 兩台奴炮 就搞定了這根城堡 但這個城堡還是要去綁手一下 拆一下 用這個衝車拆一下 才有辦法安心解掉 好 這邊本來想要去蓋一些東西 但是有制服兵 選個撤退 制服兵的傷害 打衝車其實很痛的 好 衝車稍微打一下 弩炮被衝車給頂掉 看來弩炮 好 已經做到了很多事情 這個砲弓海賊了 好 但是這裡劍塔數量很多 Biper分數已經順利反超 法恩客人 拉了一堆村民過來 硬蓋好喔 村民把這根寶給蓋起來 OK 這邊到寶已經蓋起來之後 待會3TC繼續農 好 村民放出來 打掉 好 Biper這邊的村民數量 已經來到75對52村了 而且這邊有點惡農的關係 木頭省下非常多 可以看到這個肉量 基本數量是9000 22片亭9000 看他法恩客這裡 法恩客這裡 只有4000 肉類是一半左右 Biper這邊怎麼拉了一隻薩金特衛兵 然後到處插劍塔 我現在才發現啊 哇 這個家裡怎麼變香辱啦 法恩客人把自家的城堡 蓋起來之後 結果家裡自己也爆炸 欸 哪來這麼多劍塔 這個 什麼鬼碎過去的 哈哈 哈哈 這招有點出乎意料之外啊 那法恩客人受不了 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麥克拿下比賽的勝利 哈哈哈哈 法恩客人自己也沒注意到 家裡一堆劍塔 右邊這裡可能有發現到 阿這根是怎麼蓋起來的 這根有點莫名其妙 這個不知道怎麼蓋 看不懂看不懂 那這邊這裡呢 是直接大戰之後 發現完全打不贏啦 經濟上也路後很多 最後呢 法恩客人是輸給了CC的人 哇 4K的經濟啊 那最終呢 是因為這個城堡時代的農田 點下2年 這個神下的木頭非常多 這個 時代上這個經濟優勢 要到城堡時代中後期開始 才會明顯有感 那法恩客人經過前期的一波大戰 也損失了非常多村民 這個雪球 沒有辦法很好滾得起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好 經濟的部分 是有VIPER 食物跟肉全贏 黃金也是 雖然石頭小豬 但是這三個資源贏的話 才比較重要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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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